好,盛能工连续多年任养吉安乡的路灯 今年更是号召青年企业伙伴加码任养220盏路灯 那么吉安乡长游淑珍是十分感谢公庙以及企业的善心一举 不只是照亮了乡亲安全回家的路 也能够让乡公所将节省下的金贝 做更多有利乡亲幸福生活的建设 盛能工连续多年任养吉安乡路灯 今年更是号召青年的企业伙伴加码任养了220盏路灯 为了响应乡长任养路灯的一个举动 所以我们盛能工不落人后 我们总共捐赠了任养了220盏路灯 来照亮我们吉安乡 希望我们盛能工只是一个抛砖引力的一个动作 大家能够共同来响应任养路灯这个行列 也照亮我们吉安增加行人以及车辆行驶的一个安全性 这个是我们盛能工的最大的一个出发 吉安乡奶游淑珍十分感谢公庙与企业善心一举 不只照亮乡亲安全回家的路 也能够让乡公所把节省下来的经费 做更多有利乡亲幸福生活的建设 感谢社会共够吉安平安回家的路 谢谢盛能工我们求坤城主委 亲自率领我们的委员已经善信 来到吉安乡捐赠220盏的电灯 开启吉安灯亮路平水沟通的施政计划 也谢谢在这样的任养路程中 看到了乡亲给予吉安乡满满的鼓励 跟乡亲维护安全回家路的 这样的一个实质的赞助 我们感谢所有任养的所有的善心人士 因为有你们让我们降低 吉安乡的乡镇经费的支出 也让我们可以开启更多元的建设在吉安 我们相信吉安乡电灯急报急修不是口号 让我们全乡的路灯 都能够照亮每一个人安全回家的一条路 吉安乡公所辖内有12000多盏的路灯 每年电费支出超过1800万 乡公所希望企业社团和个人可以踊跃任养 一展一年800块钱 可以扣抵所得税 有意愿的单位可以向吉安乡公所来洽行 借理会将相报道